各位旗友大家好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盘我的自然解说 是一盘栗战的棋 我介绍一下本人是 西林后聂维平时代的棋手 那么在前前之后 看了很多网络上的围棋和AI的对击 有了自己新的理解 那么试着把对AI围棋新的理解 也观察到自己的戏剧当中起 感觉自己起地还是有了新的突破 我们愿意和大家进行分享 这剧棋对于2023年的3月份 下面开始进入棋局 本人之黑 现行 新小木是我经常使用的对局 这副棋开拆到大飞飞脚 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手段 尽管效率低了点 但是呢整体配置 我这边还是满意的 那么对手肩顶能看出来呢 对手是一个有实力的选手 因为这种大飞呢顶完之后呢 局部的黑棋的效率并不高 而白棋呢 我这么很多棋都走到了 那么关键看这边的搭配 那么白棋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的意图 我之所以当初拆的这么低 那目的就是压黑棋 白棋这边呢 把这边拆到 那么白棋看到了 那么果断的打入进来 那么既然白棋没走这手棋 黑棋呢就可以把这边的棋 这些利益战斗 黑棋呢得以先以夹角 这是呢白棋打住到这边 才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形势看看 没什么特殊之处 那么接着就看互相的战斗了 白棋如何处理这两边的鼓起 黑棋呢相对呢厚一些 那这也是常用的手法 黑棋呢选择活脚 白棋突出之后呢 这片棋获得了相对的安定 但是呢这几个子呢 应该说处于危险之中 黑棋呢动了杀心 明确地表示 不虚拟逃出来 黑棋呢这里呢 方方都用了大量的时间 那么黑棋也算到了 这个光在局部呢 是没法周活的 因此呢他爬了一手 这里呢可能需要大量的计算 我想呢 大家可能都算到了这一点 那么果断呢 把半面切掉 吃掉了黑棋的这几个子 黑棋这边其实走得也很好 实际也很好 就是问白棋应手 顺手呢白棋这边也 趁着黑棋这边呢 没有完全的封死 那么把这边呢 出头涌畅 这手棋 黑棋明确告诉他 这个棋很小 甚至在这手棋之后呢 本来可以 黑棋可以走这一手 走这一手之后呢 告诉白棋 你这几个棋就没活 同时呢 这里呢黑棋并不是要不及 但是呢 棋棋就是这样的戏剧性 因为呢黑棋呢 当时觉得这个自己得利了 所以说呢 又在脚上走一手 告诉白棋 你这么走是亏的 目前看黑棋的形式 应该说已经是实力已经很多了 应该说非常好 我也没有明显的弱棋 但是呢 历史就是这么怪 最终呢 黑棋发现被白棋补上了这个之后呢 只能免一手 不得他白棋就生活了 而白棋呢 恰恰就是因为这一个眼 活了之后呢 最后还把黑棋这里反杀了 这是命令造化弄人 而黑棋也因为这一手呢 得以呢 暂时脱身 那么打赢了左下角的大姐 所以说呢 实事啊 真是难以预料 那么借着往后看 发生了什么 期间呢 白棋呢 若有若无的 开始对黑棋的左下角 夸张了攻击 黑棋 出头 当然 白棋不在这里 同时呢 把这个弱点也暴露给黑棋 黑棋走了之后呢 白棋 觉得 不能 走得太软 否则的话 被黑棋在这里 做了一个角 做了一只眼之后呢 黑棋可以就地做活 如果黑棋活了之后呢 白棋 圈局可能还是有些 落后 所以说 白棋这里走得很强 当然 这个强 是有点过于勉强了 黑棋 做眼 清楚做活 白棋 往这黑棋大街 走了这么一走 这手棋应该说是 勿判吧 被黑棋走完之后呢 就在黑棋 完全活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的这几个字还没有活 白棋 为了好大劲 找出了一个截 白棋找截的时候 因为白棋之前呢 黑棋这里有硬了一手 所以说呢 白棋可以 细节 黑棋 被白棋这边 把棋救过来之后 仍然可以 度过 这样呢 这个打结下来呢 黑棋又 过多转换之后 占了便宜 因为呢 这个脚明显比这个字要大 黑棋呢 也没有 四棋 局部 整体都是活棋 但是多少薄了 这边棋呢 最后呢 还是被反杀了 黑棋呢 始终觉得这里很厚 但是事实上 这里黑棋还是很薄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目前呢 当时对局的时候呢 觉得黑棋 可能先是占优了 黑棋走得呢 相对奔放 抓住了白棋 这边弱棋 开始猛攻 目前的形势看呢 说黑棋对好吧 白棋的攻击 黑棋的 手上角 但是这块棋太小了 黑棋不会被这两块棋 不棋的 黑棋 就是走后自己的外围 开始呢 分段白棋 那么 这两块白棋都没有过 分段哪一个段都可以 白棋是就联络 最终呢 白棋还是被断掉 走上这个局面呢 我认为 白棋 不好走了 白棋呢 也想反攻倒算 把黑棋中间这块大龙揪住 但是呢 由于黑棋这里呢 可以接用的地方太多了 这块走后之后 这个地方成为 决限 白棋只能连棋 那么黑棋 黑棋呢 走到了这里 这步棋之后 白棋呢 最终还是走到外面 因为这里呢 假如说白棋走到这里的话 这里的棋太紧了 这三个棋是跑不出去的 黑棋还是可以跑回去的 都是这种局面 不用说 白棋的木树上已经受损失了 关键呢 是这片大龙和这套大龙还都没过 认为白棋走在外面是对的 白棋也能保证自己的回家 同时呢 这里呢 K棋也没有能够长能够这个连上 总之呢 白棋牺牲了这几个子 走到这里呢 我认为白棋的这里的转换是相当成功的 黑棋 若无 若无 若即若离的攻击这两个攻击 白棋把这个棋连回来了 目前当然还是黑棋好 但是这个白棋也在继续力量 这里呢 白棋连走技术之后呢 就让黑棋为了连接必须的走 黑棋表示呢 我可以断开你上面 这里呢 也不怕被断掉 白棋这个貌似很危险 但是这个白棋呢 这里呢 却又走出了大无畏的气 白棋在这里走得非常硬硬 黑棋在这里不断 白棋找到了黑棋弱点 毕竟呢 分断了黑棋 黑棋觉得好 那我就先动出这块白棋 这块貌似 黑棋这里很厚 却 被白棋抓住了弱点 黑棋想吃白棋 结果这几个弱点被白棋抓到 就算被断开 黑棋为了防止白棋这里作演 以为这不是先手 结果呢 白棋就在现在这边动手了 目前形势已经很接近了 黑棋一直觉得自己的气场 因为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读不了了 可是走来走去呢 黑棋在这里 全死了 白棋这里不走的话呢 可能会形成打击双火 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候呢 大家这个提下到这里呢 读不了就很长时间了 以精疲力尽 最终呢 被黑棋抓到了上面 把这条大笼做死 而且再怎么走呢 有没有能力能做出两个眼了 后面又走了很多手 跟奇迹进程也无关了 因为这块鸡被吃住的话 把白棋把这个吃住 黑棋把这个吃住 然后 因为这条大笼还是太大了 已经不应该升幅了 这块鸡又联系走了很多手 黑棋呢 由于这里 这个这里有无情无尽的劫材 白棋也打不过 所以他白棋走到这里呢 投资人负了 这块鸡呢 双方 斗力 斗智 斗勇 走的还算精彩 后面这几个鸡呢 走在这多秒钟 走的有点凌乱了 但是呢 也很难说 因为 这个 可能 在反击的最后一大 其实啥呢 还是有些精疲力竭 白棋呢 非常勇勇的 还是吃掉了 右边 黑棋貌似很厚的棋 但是呢 最后还是 这个 应该说 精疲力竭 还是没有完全救过来 白棋 白棋这里呢 我认为走的有点应用 总之呢 这番棋 下的时候到这 很刺激 很有意思 好 这番棋呢 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习惯 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时光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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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